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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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蠢嬌和張智慧 在一起後9個月 一對情侶激情過後 由愛情進入感情的過程 其實很多時候比9個月短 會不會呢? 為甚麼? 語蠢嬌嗎? 因為我們初初相遇的時候 你永遠會給人家最好的面子 沒有啊… 熱戀時你很多事情都能接受到 當兩個人一起相處下來的時候 所有問題都會出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 那不是甚麼意思 當他露了真身出來的時候 你會否能夠接受到呢? 很臭啊, 神經病 你成了屎嗎? 其實同居是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壓力 因為同居之後 相見很同住難 這個女人有個大壓力 很小, 他不懂得照顧別人 他很尷尬, 像大爺一樣在家裡 我又很想白人知道 女人是好性的 在愛情上 因為仍然是熱切 追求戀愛的感覺 他給了我生命力 所謂的採陽寶陰 那又沒那麼密打 難怪丁先生瘦了 如果你不是認真的 你不要來搞我 我真的比你大 追求愛情 你遇到一個年紀小的自己 他要等待他在工作上的懸悔 這個過程中 就有很多考驗 但永遠等不到 通常頭三個月是… 最爆炸的 如果你過得到三個月 就可能… 對, 通常有一些 一搬進去就馬上搬走 余春嬌 對… 智明和春嬌分手後 各自會找出不同類型 春嬌覺得 還是不要再跟年輕人拍拖 找一個比較成熟的男人 相處上不是要愛情萬歲 做出發點 是要一個安排的心情 其實你要去提供 張智明提供不到的東西 對 張智明覺得 還是不要跟大姐姐在一起 對, 還是找一些青春笑話 這裡 楊蜜這個角色 先天是有一個很特殊的要求 只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其實已經是… 你不是也是這樣 不是很需要的介紹 總之就是跟她的東西相反 她沒有的東西這個人有 那說清楚一點吧 春嬌姐, 你好 你聽到嗎 春嬌姐 春嬌姐 即使是中嬌姐, 我們也是做一線 入了… 入了 快點黑了 我們找一個年輕人 37歲才能拍攝這部電影 不是怎樣引起他們 為何賺個片酬 其實我們… 我們這部電影真正所謂 粉紅色芋頭可遇不可求 你是不是想死 我聽了70次 我們說話回來再問 你真的不知道 我是有這次的電影 我告訴你 快點拿來 但是你要喝怎麼樣